我的钱,我的钱去哪了?2015年,辽宁营口某小区里传来刘大爷的叫喊声,明明出门前还好好的,怎么一个六万的功夫,家就被偷了,如果说是什么小偷小妾,刘大爷可能还没那么伤心,可关键就在于他丢的是162万的现金,老两口打拼一辈子的心血。 很快,接到报案的民警立马赶到了刘大爷家,可搜查了几遍,除了现场遗留下来的鞋印,什么都没有,就连门锁也完好无损,刘大爷是不是糊涂了,正常人谁会把钱放在家里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刘大爷名叫刘奎生,年过六旬的他在银口生活了一辈子,年轻的时候,在家附近开了一所诊所,专门解决小孩子的疑难杂症,刘大爷勤奋踏实,就算后来挣了点钱,跟老伴也舍不得花,干诊所这么多年,刘大爷从不负责收钱,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掌握在老伴手里。 2015年4月,刘大爷的老伴突然在电视里看到银行存钱丢失的事件,担心自己的血汗钱也遭遇这样的事情,没跟刘大爷商量。 就跑去银行,把卡里的162万都取了出来,把钱放在自己手里,刘大爷的老伴心里很是踏实,可这162万的现金不是小数,必须得在家里找个安全的地方,买个保险柜,可家里如果来人一下就能看见。 后来,老两口决定把钱藏到自己睡觉的床里,就这样,两人新开床板,把钱一打一打放好,随后,铺上了床板,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 原以为,这个地方就是家里最安全的,可刘大爷没想到,一次阴差阳错,这钱还是被人找着了。 4月23日这天早上,刘大爷老两口吃过早饭,一起外出六弯,顺道回来的时候买点中午的食物, 可路上遇到了邻居,便多聊了一会,直到中午才回去,刚开家门,站在前边的刘大爷一下就惊住了。 老伴还说他杂杂呼呼,可走近一看,家里混乱的样子,吓得他腿都软了,所有的抽屉都被抽了出来,里边的东西扔了一地,愣了几分钟。 刘大爷突然想起来什么,急忙跑进了自己的卧室,结果看见床铺被掀了起来,床板里的钱不一而非。 老伴,钱没了,这是禁贼了呀。 刘大爷边说边往外走,本想去扶坐在地上的老伴。 可一屁股也坐在了地上,两口子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眼泪刷一下就掉了下来,这可是一辈子的心血,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贼偷了呢,傻愣着干啥,快去报警。 受了惊吓的刘大爷,赶紧起身拿起电话。 接到报案后,民警还以为就是普通的入室抢劫,可一到现场了解了情况后,才反应过来丢的是162万现金。 一开始,民警还以为刘大爷在开玩笑,怕他们不给办案,故意夸大了事实,直到亲眼看到监控,才明白。 原来老两口真的是丢了162万,由于涉案金额过大,盈口公安局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,在现场勘察的民警一边安慰老两口,一边对事发地进行了勘察,民警发现,刘大爷家里的门锁完好无损,从老两口嘴里也得知,要是被保存得很好。 从来没有丢失过,但是,刘大爷的门是老式的防盗门,门锁轻轻松松就能打开,所以,民警初步判断,先一人是通过特殊工具打开了门,可疑惑的是,民警在家里找了好几圈,除了走廊上两个脚印,什么都没有发现,甚至连指纹都没有一个光凭两个脚印怎么破案,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。 民警决定对小区进行走访,看有没有其他居民发生类似的事情,然而,走访了一大圈,整个小区只有刘大爷家背道,对此,民警也怀疑钱是不是老人记错了,或者是给了自家的孩子。 要么就是自己说漏了嘴,被外人听了去,对于这种种猜想,刘大爷的老伴失口否认,他表示,家里的钱一直是自己掌管,除了刘大爷,没有第三个人知道,更关键的是,刘大爷只知道放钱的地方,并不知道钱的具体数量。 随后,民警又对小区附近的监控进行了排查,结果在23日上午11点左右,看到两个陌生男子一前一后地走出了小区,而且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包裹。 为了确认是熟人作案,民警还特意找来了刘大爷,可看到视频的那一刻,刘大爷突然大叫,那是我家的床单,肯定是他们。 认出自家的床单后,民警当场确定了犯罪嫌疑人,另外,从两人吃力的样子看,那包裹里装的肯定也不是一万两万,很有可能真是刘大爷所说的162万现金。 确定是他们后,民警扩大了对路面监控的搜查,发现两人从小区出来以后,静止走到了小区东门,而且还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,本以为案件进行到这步,就等着抓人就行, 可民警调查以后才得知,这两嫌疑人非常狡猾,两人出了小区直奔火车站,利用火车站人流大,很快就消失在了民警的视线中。 对民警来说,火车站排查并不轻松,可就算再难,案子也一定要破,之后,公安局增加了人手,排查了火车站周围所有的网吧,旅店以及能住宿藏身的地方,但结果并不理想,民警还是没找到嫌疑人的身影。 无奈之下,民警只好再回到事发小区,决定重新对街道的监控进行调查,民警认为,嫌疑人拿了那么大个包裹,肯定很不方便,就算要去了,决定也会打车。 果然,在对当天来往的出租车司机排查时,还真有位司机说自己见过他们,那天上午,我在小区附近拉上了他们,两人手里拿了个大包裹,我还以为是搬家,也没多问,男子上车后,要我把他们送到不远处的红旗站,还说多给十块,不让拉其他客人。 可没走到目的地,男人就让在一个天桥底下停了车,之后就走了。 根据司机提供的线索,民警立马来到了两人下车的地方,可来了才发现这里荒无人烟,监控也不够完善。 一时间,案件再次陷入了瓶颈,不到目的地,中途下车,民警推测嫌疑人担心身份暴露,自行或者在他人的接应下乘坐了其他的交通工具,人虽然找不到,但民警认定他们肯定会去存钱,毕竟这么一大兜,走到哪都会成为焦点。 于是,民警对当地13家银行进行了监控,可等了十几天,还是没有任何线索,至此,案件已经发生了大半个月,可两个嫌疑人就像人间争发了一样。 从出租车下来后,再也没了影子,他们去了哪里,又是怎么知道刘大爷家里放了162万的现金呢? 不光办案民警,刘大爷与老伴也是夜不能寐,生怕自己的钱回不来。 当民警问老两口,为什么要把钱放家里时,刘大爷后悔至极,说自己老伴怕钱在银行丢了,当然,这也可以理解,刘大爷辛辛苦苦一辈子,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,自然不想让他出个什么意外。 可这一来二去,干脆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,不过事已至此,埋怨谁也没用,只要把钱追回来就行。 为了找到嫌疑人的下落,民警去到红旗镇,拿着嫌疑人的照片在当地走访调查,同时对外公布了通告,只要有人能帮助民警找到嫌疑人,就会有相应的赏金。 几天过去,红旗镇一名保安找到民警,称村里有个叫康尔武的,跟照片上的人极其相似,很快,民警对康尔武进行了调查,发现此人来自黑龙江,早年间还因为盗窃,吃过九年牢饭,2003年出来后就一直住在银口,通过调查康尔武的行程。 民警发现,从4月23日以后,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而且,他的银行账户在4月24日当天突然存进了80万的现金,结合目前所有的线索,民警确定康尔武就是其中一名嫌疑人,2015年6月18日,银口专案组在掌握了康尔武的踪迹后,在包头抓获了他。 同时也在他的住所里找到了开锁工具,两个月了,这起重大盗窃案终于有了转折,刘大爷的钱也只可待。 面对民警的提问,康尔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,但问到同伙时,他一口咬定两人不熟,只是在网上认识的网友。 据民警表示,康尔武在审讯过程中十分紧张,只要问他同伙的信息,他都会下意识地躲闪。 在民警看来,他所有的抵抗都是无用功,既然能把他抓到,同伙自然也跑不了,原本是想给他一个机会,可康尔武偏偏选择了放弃,仅仅几个小时。 民警就从他的手机里找到了所谓的网友,不是别人,此人正是他25岁的侄子康永吉。 6月19日,民警在红旗镇附近的网吧逮捕了康永吉,当时的他一见警察撒腿就跑,事后,康永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,案件彻底告终。 但有一点民警始终都不明白,明明是自己的亲侄子,康尔武怎么会带着他作案,两人又怎么知道刘大爷放了那么多现金,康尔武自己交代,刚出来的那几年他也过过正常日子,白天在工厂上班,晚上在出租屋里睡觉,一开始。 他对这种生活还比较满意,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,他觉得自己挣得根本不够花,回想过去,每次得手都能花好长时间,而且不需要劳动。 就这样,抱着对现状的不满,康尔武决定重操就业,恢复自己往日的风采。 只是,今时不同往日,当年的设备都比较落后,但现在不同,随处可见的监控就能捕捉自己的踪迹。 再加上,十几年不干,康尔武心里也有些生疏,必须得带个人跟自己一起。 自从进了监狱,身边的朋友有多远躲多远,唯一不排斥自己的就是家里那几个亲戚。 想来想去,他想到自己的侄子,每天无所事事,一见面就是在街上溜达。 于是,康尔武找到侄子,在说了自己的计划后,就去了营口市里。 其实,康尔武也不知道刘大爷家里有钱,两人完全就是误打误撞,碰巧撞到了。 4月23日,叔侄良提前去买了套开锁工具,两人进了刘大爷的小区后。 挨家挨户敲门,但凡谁家没人,就准备开锁进去行窃。 就这样,两人将目光停在了刘大爷家里,一是门锁好开,二是家里确实没人,没费什么力气,两人轻松地走进了刘大爷的家。 在客厅搜瓜里圈,发现什么值钱的都没有,正准备离开时,康永吉突然走进了卧室, 在床头柜上翻来翻去,无意间就把床垫掀了起来,之后就看到了一塌塌的人民币。 在来之前,两人就想偷个几千块钱,可看到这么多钱时。 两人完全失去了控制,取下床单就往里扔钱,最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门。 得手后,叔侄俩高兴得不得了,下了出租车就平分了现金。 康儿五还好,偷来的钱一分没动,全部存进了银行,但康永吉不一样,拿到钱的第二天,他就去买了辆车,之后带着女友自驾去了北戴河。 最终,民警追回了135万现金,收回了一辆15万的汽车,案子发展到这里,也算彻底了结了。 通过这件事,刘大爷也吸取了教训,最终跟老伴商量,还是把钱放到银行比较安全,为了表达对民警的感谢。 老两口还把车无偿捐给了当地公安局,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。 对康儿五来说,九年的牢狱生活让他跟社会有了脱节,可千不该万不该,他不该再走老路,而且还拉上25岁的侄子。 如果不走这条路,两人未来的生活一定比现在美好,只是世上没有后悔药,就算他们肠子毁清,时间也不会倒流。 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,可这个前提是不能违法,不能做伤害他人的事情,与其葬送自己,还不如踏踏实实,靠自己的努力,把生活活出失意,让日子更加精彩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